大家好,欢迎收看《茂声说》 今天我们来聊聊GDP 定义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即是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价值总和 要想理解GDP的含义就先要理解最终产品的含义 最终产品含义 最终产品是中间产品的对称 是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而在同期内不再加工 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生产面粉的 如果你直接把面粉出售了 那面粉就算最终产品 但是如果你将面粉再进一步生产成馒头再来出售 那面粉就是中间产品 区别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是为了避免重复计算 理清楚了最终产品的含义 我们再回到GDP上 用大白话来讲 就是整个国家过去的时间里 换算成人民币总共创造了多少钱 比如自己家里一年共计创造了多少财富 一年共计收入了多少钱 举个例子 某个岛国 岛上有面粉厂一家 饮料厂一家 制衣厂一家 鞋厂一家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生产各种用品的厂 而这个岛国2021年的的GDP就等于 这些生产厂家在2021年这一整年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产品 换算成市场价格的价值总额 核算方法 在实际核算中 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 即生产法 收入法和支出法 一 生产法 就是上面讲的 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价值的基础上进行 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 包含社会所需的所有行业和最终品 二 收入法 也称分配法 从生产过程形成收入的角度 对常驻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 由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禁额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 应于四个部分组成 三 支出法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 用于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总额 政府支出以及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 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 名义GDP和实际GDP 按照参照年份 今年的区别 GDP还分为名义GDP和实际GDP 名义GDP是指以现行市场价格计算的 既定时期国内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总和 实际GDP是指在相同的价格或货币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不同时期所生产的全部产出的实际值 举个例子 假设去年生产了100个馒头 每个一块 那去年GDP为100乘以1等于100元 而今年生产了100个馒头 物价上涨到每个二块 则今年的名义GDP为100乘以2等于200元 名义上增长了100% 但是如果还按去年的价格水平算 那今年实际GDP为100乘以1等于100元 实际增长0%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给我点个赞 留下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之